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製作的年菜是 金雞報喜和佳歡 那首先準備的材料有 土雞飯汁 有460克 薑片3片 鹽5克 米酒30ml 蔥2汁切絲備用 跟香油15ml 之後再加入水 這樣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們先將雞肉放入鍋內 稍微將它鋪均勻 再放入我們的薑片 再加入鹽 大概5克 好 再倒入米酒 30ml 再加入我們的水 那我們這邊抓的量大概是醃過雞肉 差不多微微的醃過 我們使用2杯大概水杯是3杯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剛剛準備的蔥絲還有香油 是我們待會完成時要使用的 那我們現在先將雞肉先放入鍋內 將鍋蓋蓋上 將鍋蓋蓋上 安全鎖鎖緊 那今天要使用的是燉煮的功能 選擇到第四個 雞鴨肉的部分 那這邊預估的完成分鐘數是12分鐘 按下開始 這樣就完成囉 按下開始